口罩第二階段開放的部分 我們會在1月底的時候做宣布 那宣布之後當然會有一個 給大家準備的期間 路徑來臺旅客 做脫衣PCR的採檢 那從1月1號開始 那統計到1月17號的話 他的這個陽性率 總和起來是12.3% 那我們看到這個從中國路徑這邊來臺的旅客 那他的陽性率 的確是持續在下降當中 那這個應該多少也反映出這個中國的這個疫情 然後尤其是在都市的方面 那麼我們也對這些陽性的個案 那做抽樣來做這個 路徑的這個確診變異株的這個監測 那做出來的結果一直都很一致 那我們現在看到大概63% 還是BA.5 也就是在我們這裡也算是現在 比較流行的這個主流病毒株是一樣的 那並沒有驗出所謂的這個新的 我們未知的這個變種病毒 我們在這個春節期間的連假 的期間我們就不會再召開這個記者會 那麼我們現在的這個疫情狀況 還算是相當的穩定 那不開記者會 但是我們的這個每日新增的個案 還有這個疫情的資訊 都會用這個文字用新聞稿 這個發布 那為了進一步強化這個春節連假期間的 醫療服務 我們今天宣布說我們指揮中心啟動一個 春節的專案 就是說 目前我們統計總計有這個 至少192家全國的醫院 是以急救責任醫院為主 會在春節的10天連假期間來提供 每一天的這個上午下午的這個視訊門診 來做快篩陽性確診跟治療 給藥這些的服務 口罩第二階段開放的部分 那這個這個政策還需要經過 像是專家會議或者是什麼樣的流程嗎 其實會比較早一點實施 但是因為我們第三波疫情起來 那第三波疫情現在看起來 雖然不能說結束了 到他第三波的這個高峰已經過了 那所以我想如果接著春節的部分 疫情也都穩定的話 我想我們會在1月底的時候做宣布 那宣布之後當然會有一個 給大家準備的期間 但是不會太長 那就會去實施 目前我們的計畫是這樣子的 你說有個準備期間但不會太長 所以可能2月1號還不會上路 應該不會這麼不會是2月1號 可能再對對對 一段短的時間給大家準備一下